现在是2024年的4月19号 上午的9点50来分吧 我们来到了离乳山银滩 大概50来公里的一个地方 叫文灯区的塞子村 我估计这个地方离这个海边 也有个三四十公里 那么我现在测一下 它这里的辐射情况 这里的显示是最高 其实和银滩一样 也是最高值是0.32 然后它实时的现在是28 多少的 平均的是25 25吗 二十几 这个辐射值 大概好像是从平均值来说的话 银滩那边的辐射值 平均值大概212那个样子 它这个辐射值平均值是25 这个稍微高一点 但是都在这个安全范围内 安全范围内就是0.50 VC幅以下的都是安全值 都是安全值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咱们无论是内陆 还是这个海边 这个自然的辐射值就是这么高 就是在这个交通这一块地方 自然辐射值就是这么高 没有必要这个惊慌失措 没有必要这个恐惧 因为我最近看到这个有一个国内的一个博主 特意跑到日本去了 在日本的不同的城市进行了这个核辐射检测 除了几个几个地方两三个地方 这个海边的城市之外 有稍微高一点 超过了0.50维西湖 大部分地方都非常低 甚至是比咱们国内还要低 所以大家不必要恐惧 这个辐射没有那么传说的那么那个样子 好多人都不敢来淫滩了 就怕这个辐射嘛 其实没有必要 完全没有必要 非常正常 现在是自然的辐射值是本身就存在 也就平均也都是在0.10到0.20之间吧 所以说咱们这个地方也是在平均值